這麼厲害,你搶我的油嘛 你搶一支火去吧 你怕不怕? 我怕你 他怕我,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 誰?你們找誰啊? 你好,我是南區分局的民警 請問你是否張安順的家人? 是呀,我是他老婆,有甚麼事? 我是這樣的 張安順昨晚發生了嚴重車禍 我們去到驗場的時候 才發現他燒死在車裡面 我們想你去認一認他的屍體 不可能的,他昨天還好地地 你們是不是搞錯? 車的確是張安順的 但裡面的人是不是他 是呀,那就要你去認一認合 你不是吧? 我昨天還跟他吵架了 老婆,你怎麼回到公司? 我回到公司? 我不來公司,我也不知道 你公司欠人家的共用商 這麼多貨款還沒給的 你老老實說,這是甚麼會事? 周石榮呀,之前有樓去他的賭場賭 誰知道客人不輸了 不是很多的,才能賭到 甚麼?一千萬? 那我手頭上的時間沒那麼多錢 我趕著公司的那筆錢 甚麼?你後來又去到 還有公司的錢還債 你有多少身家會輸? 你離世了,你離世了,我閉上了 那現在不輸了,輸了,可以怎樣呢? 我不管 我不管你有甚麼方法 你爛爛爛搞定這件事 要不然,我也要跟你離婚 你不是個女人嗎? 眼裡只是得錢而已 大爛爛爛國賜給了,現在 你一點我的情文都沒有 你還好意思說我 這些錢,條件都是你一個人輸的 你搞得怎樣的話,你搞不定 我要跟你一起揹的 行了,這件事我自己因你承擔 不用理你 你做到之後 我現在就去找周世榮 我交不上這件事,我不回來,行嗎? 你試試不回來,你不… 創造你 你看 是呀,這個就是我老公當時開了那輛車 是呀,是呀 這條絲,是不是他呀? 小老成家 我…很難認得到呀 但是看他的樣子 我老公幾次的 應該是他呀 都怪我當時不好呀 你不逼他 去搞定賭債那些東西 他拿了誰人的賭債呀? 我… 走下周世榮 一千萬的賭債 可能他當時 精神不夠疾重 所以 他才收到車禍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當時 一時留不開那些事 死不能回家 你也要去接我去順便 是我不好,是我背對的 好痛 為甚麼會這樣 老公剛好一死 那些債主就追上門了 叫我以後怎麼辦 想不到順哥這麼難倒 差很多錢, 還這麼走了 還拿了這麼多收走事 他就好, 兩腳一伸, 甚麼都不用管 你會不會順哥為了避他們 特地走去死 你的意思就是說 阿順用死的方法去避債嗎 張岸順, 想不到你這麼自私 一走了之, 要我一個人幫你背責 我真是死你 你不要這樣 我呀, 現在有家沒得回 欠人家這麼多錢, 你叫我怎麼不激動 為甚麼我覺得順哥的死 是他組織計劃好的 你是甚麼意思 前幾天順哥叫我幫他 買了一個高額的保險 賠償金足夠給所有的財務 真的? 但他跟我說, 叫我沒有告訴你 原來是有原因的 那…如果阿順就像你說的 他是自殺的 你們保險公司還給不給賠償金? 當然不會 但現在警察認定這個是一氣交通事故 所以賠償金是沒問題的 太好了 莎莎, 你真是我的救星 這次真是多了你們, 謝謝 老婆 老婆 老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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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人的鬼啊 我是張安俊 老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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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還沒死的 搞得我還以為你死了 你走了去哪裡了? 為甚麼現在才回來的 有 老婆啊 你還笑得出 老婆啊 我還以為你死了 留下這麼多債給我 不過 你現在都回來了 你那些債 你自己解釋一下 老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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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你真傻了 老婆啊 老婆啊 那天晚上呢 你走了去哪裡了 之後你去了哪裡 那部車裡面才寫是誰 你說啊 說啊 著火啊 好大的火啊 著火啊 不要燒啊 你怎麼死了誰啊 那部車怎麼會著火啊 你說啊 上火啊 好大的火啊 我殺了人啊 老婆啊 你發生什麼事啊 你怎麼會殺死誰啊 你什麼都要殺死我啊 不要殺死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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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殺死我啊 不要殺死我啊 你怎麼來了 我幫你聊聊你陪的事 進去聊 不如這樣吧, 我們去找一間咖啡廳坐著聊 來 你去出去嗎? 那是誰的, 這麼骯髒的 我老公的 我打算拿去把他丟掉 他的事都應該清理一下 是 對了, 我還有其他事趕著出去 不如一邊走一邊聊 很快就聊完了, 我們進去聊 什麼聲音? 沒有聲音… 我真的有聲音 老鼠, 有老鼠 鼠 莎莎 莎莎 若光日白哪有鬼 我是張開信, 老婆 是誰回來了? 是呀 我也不知道 他昨天晚上不想自己走回來 問他什麼, 他又說不清楚 他連我都不認得 他是不是叫你老婆子嗎? 他來來去去都是這樣叫的 他叫什麼都這樣叫的 不信了, 你問, 試試吧 你老婆子, 我很餓 你煮東西給我吃 你看到吧 他只會再說這兩個月 你沒時間就來 那車上面死的是誰? 車上面死的是誰? 車上面… 車上面穿火… 穿火嚇死人了, 你幹什麼? 阿奇特已經問他很多次了 他說不清楚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今早我已經偷偷帶了他去看醫生 醫生說他受了刺激, 精神失常 他說如果他要康復的話 等其織 那他回來了, 你有沒有告訴警察? 沒有呀, 誰都沒有說 那你也不可能一直困住他 那你也不可能一直困住他 那就是為了我見過鹹步 所以… 都要請你保守這個秘密 如果讓弟主知道 我們就不會了 他還沒死的話 他的保險不能理賠 他還沒死的話 莎莎, 莎莎, 你聽我說 阿信呢, 他雖然回來了 但他已經傻了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增加我的錢 都是要我一個人背的 莎莎, 你幫幫我吧 你幫幫我吧 我只是一個小經理 一千萬元是小數 公司審考很嚴格 我幫得來一時 不幫得來一輩子 我理不得這麼多 至少那些錢 可以搞定那些債主 我們不用太煩了 其他事情以後才算 莎莎, 莎莎, 我求求你 莎莎, 你… 你就當阿信和你老公 是好兄弟的粉絲 你幫我們, 救我們吧 莎莎, 我求求你 我和你貴姐了 莎莎, 我求求你 莎莎, 你不要這樣 我求求你,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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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一個時間, 你想辦法 莎莎, 你少了 不要再逼我了 你老公已經不是以前的張光順了 她就像個炸彈一樣 隨時都會爆 她家裡很不安全 這樣她怎麼辦 要不送她去精神病院 要不交給警察 不行, 我不可以讓其他人知道 她還沒死 那你有沒有其他辦法 既然警察認定她死了 不如直接殺死她 你要我殺我老公 她累你警察一千萬 她死了就說是 有保險金可以賠償 但是她還沒死 還傻了 她是個廢物 留著她根本沒用 不如讓她直接消失吧 但是, 殺人是殺殺的 警察說她死了 你不說我不說 誰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死了 沒有 但是, 你不要再猶豫了 遲早有人知道她還沒死 到時, 你不僅沒有賠償金 你還要坐牢 坐牢, 為甚麼 現在還不知道死的人是誰 但肯定跟你公有關係 她現在傻了, 她不用負責任 但是你知情不報, 要坐牢 到時又要還錢 又要坐牢 你下半輩子就玩完了 不是… 我現在還年輕 我不要, 我就這樣玩完了 我應該怎麼辦 你不要再猶豫了 那好吧 我不要我的人生 就這樣玩在她的身上 我不會男人生 就這樣玩了 我不會男人生 你以為男人生 我不會男生 誰也不認可 我不是男人生 她是女朋友 我然後沒買那些人生 她是女朋友 我不是女朋友 你是不是想殺我? 怎麼會?不要亂說話 我殺了你, 你現在要殺我才好玩 我還沒死 現在差不多了 你不要說這些 我喝了 乖, 乖 很難喝 很難喝, 你也要喝 我不喝 你是不是想死? 不要, 殺人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殺人 回來 救命 回來 爸爸, 我要出去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我最…被動手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的小弟 一下子把我推, 然後就跑出去 我現在也不知道他跑到哪裡了 不如你快點過來, 跟我一起去找他 但我現在沒空了 莎莎, 現在只有你一個可以救我 老婆仔, 我求求你 最多這樣, 事成之後 我給一成的, 賠償金 給你再去報仇, 好嗎? 那好吧, 你現在突然 我現在馬上過去 好, 好, 我等你 老婆仔, 老婆仔 老婆仔, 我很掛念你 我這麼愛你 你怎麼不回家 老婆 老婆, 為什麼我這麼愛你 你不認識? 摘托托 老婆仔, 你來嗎? 你還裝模作樣? 我問你 我老公的燒魚在哪裡? 燒魚豬, 我喜歡吃燒魚豬 燒魚豬 老公, 我要吃 阿俊, 阿俊, 阿俊 阿俊, 阿俊, 阿俊 你吃茶吧 阿俊, 阿俊 你瘋了, 剛才在那裡搞我 要陪他睡覺, 現在搞定他 我要吃… 現在 又沒甚麼人, 搞定他之後 要他整個埋住就算了 你吃小魚豬 你吃小魚豬 罵你吃小魚豬 我現在就去做給你看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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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一整天晚上只有我一個人輸 這麼疼你這個壞人 竟然敢設個賭局來騙我 裝我進去呢 請我怎麼拋棄 喂 張老闆 我們不是去銀行的嗎 你聽我這句話 你老老實實教的 那天那個賭局 和你一早就設計給我們坐 你請我來這裡就說這些嗎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賭場規矩 願賭服輸 你手氣差你輸錢 那是我的祖 你今天不說清楚 你什麼西施走 你走開 你走開 騙大的 帶我來的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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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著他, 別讓他走 你幹什麼 補架嗎 救命, 綁架 我現在就綁架你 你不說清楚的話 我對陪你 你綁架嗎? 很大罪 他騙了我一千萬 一千萬我破產 你別相信他 他真想就是他手氣差 他輸錢賴我 就不關我私 你以為我走 你還說我殺了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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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架, 一個字 你一定不做 你神經病 你不懂 我倒是 死在車上人是哪兒 是我老公 好羞羽啊 老公 老公 時農都還沒回來 對不起,你摸了電話以前 換機 老公去了哪裡? 不行 不行,要抱歉才行 小玉 高三 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是你 我老公的胃膜 你老公死了? 發生了車禍 在車裡面 燒死 車裡面只有一個人? 小玉先生,你沒事吧? 你是不是在哪裡不舒服? 我有點血清了 那我和你回家 我有點事不舒服 小玉先生 你是不是在我老公的十年 一摸入血最可信的遺孟? 最可信 我老公對你這麼好 你竟然一張手帽 把你當小死鬼 我老公就為了你差人這麼多錢 好 你不要把你 你不要亂看 什麼? 沒錯,是我告訴那些債主知道 張安上的死信 後來也證實了,我的伴侶沒錯 在你們家裡發現了他 那都是他自己 不知道怎麼又走回來的 我也很意外的 更何況,他竟然瘋了 他沒有瘋,他連你也對 不可能的 是你傻的 為了這些賠償金 連你老公也殺了 我…我知道了 這些…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圈套 沒錯,我願意替我老公報仇 老公,你關我什麼事 因為我害他了,你幹嘛要害我 你這個壞女人 是女人自己害了你 就算不是我利用你 你逼了,逼得你瘋了 我到底是甚麼?逼得瘋了 我也不要殺人犯 那女人,我要殺死你 走 小雨 老公 你倆搞什麼 老公,我去做夢嗎?你還沒死 誰說我死了 那…為什麼不見了? 那天阿淳叫我一起把周錫榮 我免得跟他瘋,我就走了 那條手鏈呢? 當時我勸膠,七國這麼亂 被人拔掉了也不知道 那你去了哪裡? 我去躲起來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我如果收不到那條數 我就去避免一段時間 我沒聽到 為什麼你不接電話? 打給你,你又關機 我怕那些收數很纏著你 我索性不跟你說 電話我也不敢開 你嚇死我了 什麼事? 那天晚上在車裡被消息說 我到底是誰? 公小玉 我們現在懷疑 你殺死了二年人 張安信 經過DMA檢驗 之前那宗交通事故 視為有人故意中火 而車裡面那個死者 不是張安信 而是周錫榮 你今天不說清楚你不用自己走 我放棄 我放棄 你放棄 別玩 你敢走 你隨便走 我放棄又燒死你 孫哥,我不對 小朋友不穿眼,不要呀… 清楚究竟是不是你騙我錢 你敢走 你敢走 不要呀… 不要呀… 孫哥,讓我慢慢說 讓我慢慢說 你這麼聰明 你搶我的傢伙 你害怕嗎? 我來 不要…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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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等我幾天看清楚 就會知道 不會追本信 我這裏比試鬼 都不會叫照顏阿寶姨玩太虎 都不會發生所有事 你太衝動了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一心想要去還債 根本沒來過阿孫 我才這麼容易被壓,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叫我對不起 現在阿寶已經死了, 回不了頭 你真是太傻了 河南省開封市的大象國寺, 始建於南北朝 距今已經有1400多年的歷史 就在大象國寺以西不到100米的地方 曾經有一個規模不小的批發市場, 大象國寺市場 1990年4月25日, 市場裡出了一件大事 河南省玉東地區最大的一個小商品批發市場 現在經過30年, 這裡面全都已經人去樓空 案發地當時就在這個建築物的一樓後面 這個金出口, 現在已經都因為裝修, 都已經封堵了 開封市公安局古羅分局的副局長鄭濤 1990年的時候24歲, 他剛參加工作不久 他是當年那起案件的主辦人之一 命案發生以後呢, 在裡面有上萬名商戶 這個社會這個影響非常惡劣 我們多次到現場進行了俯瞰 所以說這個地方我們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佳社國是天下市, 近載新聞故事 大家好, 我是溫博 1990年開封市大象國寺市場裡 命案發生之後 儘管公安機關展開了權力的侦破 但是, 兇手逃離現場之後 就始終沒有落網 那麼, 當時案件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而如今, 這麼多年過去了 犯罪嫌疑人, 還能被繩子依法嗎? 他做什麼? 他那個, 就是個底下擺著檯買的 我給他立志幫忙幾天 一本也沒有幫忙, 也沒有個三五天 就出了個池吧 67歲的王德順 是當年案件的被害人之一 案發時, 身亡的劉海燕 是他妻子的弟弟 據王德順回憶 1990年的時候 小舅子劉海燕 在大象國寺市場賣鞋 他偶爾也會過去幫忙看攤 4月25日下午兩點多鐘 一個年輕男子路過攤位時 跟劉海燕聊了幾句 不知什麼原因 兩個人竟然動手打了起來 很像是小男孩 這個肚子上同意到 這個屁股上同意到 我一看這個, 去哪來我這衣卵呢 我剛才碰到一個派手 我讓派手照他 照派手讓人去 王德順說, 他去派出所報警後 返回市場 看到浑身是血的劉海燕 正被人抬到三輪車上 準備送往醫院搶救 他跟著一起去了 而剛到醫院 自己就昏迷了過去 我這時候都啥也不知道 開封警方趕到大象國寺市場裡的 案發現場時 持刀傷人的年輕男子已經逃走 班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走訪 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以及他心胸的動機 犯罪嫌疑人楊某和受害人劉某 已經以往有過個人矛盾 兩個人發生死打 這個楊某炸完以後 把這個刀也帶走 當時現場是有血跡 這個犯罪嫌疑人叫楊星 開封本地人 案發當年28歲 在大象國寺市場買毛線 據被害人劉海燕的妻子反映 平時丈夫和楊星的關係還算不錯 可就在案發前不久 兩個人因為生意上的事鬧翻了 爆發過幾次衝突 發生了一些這種糾纏吧 最後楊某用順身帶著折疊刀 扎中劉某的心臟 劉海燕在醫院裡經過幾個小時的搶救 還是不幸去世了 警方的事件報告認定 他的胸部和背部共被刺中三刀 其中一刀造成了心臟破裂 引起了急性大出血導致了死亡 另一名被害者王德順 腹部和臀部有兩處刀傷 經過法醫鑑定 苟成輕微傷 劉海燕是家裡最小的孩子 上面還有兩個姐姐 她去世時32歲 留下了一個還不到一歲的女兒 犯罪嫌疑人楊星離開現場後去向不明 開封警方立即以涉嫌故意殺人罪 對此人立案偵查成立了專案組展開抓捕 行政隊對命案都會當成第一要務去完成 但是呢 由於當時的偵查條件的限制 我們採用的都是很傳統的這個方式 一個是在他親戚家蹲在手後 另外一個就通過親戚做親戚的工作 規券的投案自首 專案組經過半個月的偵查呢 沒有抓到嫌疑人 由此專案組分析 楊星很可能已經離開了開封 潛逃去了外地 當年人們都是攜帶現金出行的 乘坐交通工具購票時 也不用進行實名制登記 警方無法根據相關的信息 追查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行動 住店只是在本上登記也沒有聯網 如果說你想查找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出過什麼人 只能一家旅店一家旅店的去跑 楊星做生意時 經常到浙江 內蒙古 新疆等地區經過 在幾個城市裡都有不少熟人 專案組給這些地區的公安機關 都發送了協查通報 多次派出偵查員實地進行摸牌 這個我們民警這個 穿著打衣 皮打衣啊 去出差 回來的時候都是穿著半截袖回來的 就是就是幾個月幾個月的 在外面追捕 這個命案啊 就像塊石頭一樣 壓在我們辦案院的心頭 從2004年起 我國公安機關 開始為大陸公民 煥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 開封警方多次從這方面入手 尋找突破口 然而都沒有查到楊星和妻子女兒 辦理新證件的記錄 如果這三個人的確都改變了原有的身份 那麼鎮破的任務也將愈加監舉 我們要頂氣的上門 走法 瞭解 規勸 當然家人也提供不了相關的有效信息 沒有什麼進展 楊某如石沉大海 2017年夏天 一個姓張的商戶聯繫上了警方 他反映的情況 讓偵察員眼前一亮 張某說 自己剛從浙江省余藥市進貨回來 當地批發市場裡 有一個賣衣服的男子 從下帽和個頭上來看 都和他印象裡的陽星很像 只是看到了一個側臉 他也不敢上前 就是近距離的去接觸 接到這個線索的時候 我們是高度興奮 到余藥以後 找到了這個批發市場 一眼看過去 和原來我們手裡掌握的 楊某的照片 高度相似 確實行 當時偵察員沒有直接上前進行詢問 他們在余藥警方的配合下 首先對這個可疑男子的身份信息 進行了核實 警察 此人的戶籍檔案上登記的姓名是 張文 52歲 已婚多年 有兩個子女 經過進一步研判 警方確認 這個張文個人的身份沒有異常 開封市公安局 按照公安部 省庭 雲建行動工作部署 雷霆出擊 深入推進此項行動 加強命案 激案攻堅 依靠高科技的強力支撑 不等不靠 主動作為 全力為開封社會 知識平穩 人民生活安定 做出新的貢獻 2019年年底 開封市公安局 把開展命案 激案攻堅 全力偵破 以往一流的重大刑事案件 作為新一年的主要工作目標之一 2020年2月 偵察員通過高科技手段 查獲了一條線索 明確指向了犯罪嫌疑人陽性 這次警方鎖定的懷疑目標 是一個叫馬強的男子 他的戶籍單案顯示 57歲戶籍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 這是陽星出逃前的戶籍照片 2020年他已經58歲 經過技術比對 陽星與馬極相貌特徵高度混合 之前從兩個人的淹慎 幾點兩個人的淹慎 第二點呢 從這個散惡和下惡 不追信來靠 雖然通過年齡的變化 人的旁手 這個髮型可以改變 人的這個物管 和這個人的生態 是改變比較小的 馬強會不會就是警察 找了30年那個陽星呢 警察兩個人長得很像 還很難最終認定 隨後 偵察員又從馬強 及其家屬的戶籍信息中 發現了更多的疑點 馬強的妻子 叫利鳳 56歲 夫妻倆 有一個33歲的女孩 馬某的妻子 李某年齡 長相 也和我們要找的 楊某的妻子 也高度相似 馬某的女兒和楊某的女兒 兩人的出生月日一樣 年份就做了一年 這種相似度 越來越多 偵察員還注意到 在戶籍檔案裡 馬強夫婦登記的民族 都是漢族 旗冠都是陕西省京阳縣 而他們的女兒 登記的民族則是回族 旗冠安徽省安慶市 此外 通過著一家三口的戶籍 查不到他們有其他的近親屬 這些情況很不合常理 從這個法律規定來講 以及暢詩來說 這次是存在有矛盾的地方 隨後警方深入調查了 馬強的社會背景 他已在西安經商多年 私產不菲 自己和家人名下有多個公司 經營範圍涉及 房地產 礦業 典當等領域 對馬強一家人的工作生活軌跡 進行進一步研判 有一個現象最為晚常 沒有發現他和開空有什麼交際 但是在這近四年之內 多次往返開封 有開車來的 有坐火車來的 就算有可能是為了來開封遊玩 但是當天來第二天都走 或者說甚至當天來當天走 根本沒有住宿信息 不符合來開封遊玩的這些相關的特徵 種種跡象表明馬強很可能就是 載逃的犯罪嫌疑人楊欣 他應該是通過某種方式更改了自己和妻子 以及女兒的身份 至此警方認定收網的實際程序 馬強在西安市有多處防塵 經過一段時間的外圍走法 偵察員摸清了 他平時經常在一個高檔小區居裡 當時全國各地都在全力抗擊疫情 馬強住的這個小區對外來人員的管理十分嚴格 為了確保行動萬無一失 警方在進出小區的大門附近展開了報告 2020年3月5日中午馬強駕車離開了小區 偵察員隨後跟了上去 在行駕駛的過程中進行抓捕 容易出現事故或者造成人員上網 在駛駛駛的過程中 發現這個車 最後落到了一個我們前進延安的一個 所謂就是他經營的一個檢大行 偵察員剛進入檢大行的時候 一樓大廳裡只有馬強的妻子和女兒兩個人 面對警方的詢問 吳妮倆都表現得比較抵觸 知道了嗎 你開口的話沒什麼事啊 沒見到馬某 馬上我們帶領偵察員衝上二樓 發現馬某正坐在沙發上吃飯 我說了一句話又開封話 我們是開封警察 馬某就說了一句話 讓我吃完飯我給你們去 我說你是不是楊某 他說是 態度非常好 沒有反駁他在身邊 已經改名為馬強的犯罪嫌疑人楊星 在落網之後承認 他現在的妻子和女兒 正是1991年突然下落不明的李芬某女 抓獲以後呢 這個整個分局都是出於這個興奮的沸騰的狀態 作為公安來說啊 這個一是了缺了這個自己的心願 而是完成了自己的職責 楊星在落網當天被警方押解回了開封 他的妻子李芬也一起被帶回來 接受進一步的調查 他倆曾經一起做毛線批發生意 後來因為一筆金貨款產生了矛盾 就散火各干各的了 1990年4月25日 楊星吃午飯時喝了不少酒 回到市場路過劉海燕的刊位 兩個人又提起了以前的糾紛 他問我有點想要 我說沒有 你有什麼樣的巡警 咱們都能不能抱歉找嗎 何抱歉也 楊星交代 當時他和劉海燕剛說了幾句話 雙方就動了手 自己覺得吃了虧惱羞成怒 於是借了酒勁 掏出了隨身攜帶的刀子 扎下了劉海燕 緊接著他又扎傷了上來勸架的王德順 隨後匆匆離開現場 躲到了一個朋友的家裡 楊星意識到自己闖了大禍 連夜逃離了開封 去了河南省的新巷 此後的一年 他又到過新疆 浙江 上海等地 他用出逃時 帶出去的幾千塊錢做服裝生意為生 案發一年後的1991年4月 楊星感覺暫時避過了風頭 就把妻子和女兒從開封接了出來 他並沒有直接和他的妻子聯繫 而是通過浙江來開封做生意的朋友 幫他燒了口信 讓他的妻子幾月幾號乘坐哪個車似的火車到浙江哪個車站下車 由他在車站接 楊星一家三口人會合之後 輾轉又去過幾個城市藏身 1991年8月他們最終在西安落了腳 此後楊星通過經商受理的積蓄逐漸豐厚 但他心裡總是不踏實 怕警察有一天找上門來 1996年楊星託人用非法的手段 變更了自己和妻子女兒的身份 楊星說案發那年女兒剛四歲 後來他和妻子始終沒向孩子吐露過實情 按照楊星自己的說法 逃亡的這些年裡 他們兩口子都沒有和開封的親友聯繫過 父母去世 他們也是落往之後才知道的 三十年回來 明年 火天會回來 四十年回到 楊星表示近幾年來 他和妻子每次想家 就偷偷的回開封去看一看 他雖然有馬強這個身份做掩護 但是內心仍是每天備受監牢 當開封來的警察最終找到他 楊星甚至有一種解脫感 目前楊星因涉嫌故意殺人罪 已被檢察機關依法提起了公訴 楊星的妻子李芬被開封市公安局骨楼分局 執行了取保候審等待另案處理 俗話說啊 衝動是魔鬼啊 本案的犯罪嫌人 當年因為一時的衝動 給別人的家庭造成了難以癒合的傷痛 而他自己為了逃避懲罰 在人生最好的年華里背井離鄉 恍恍不可終日 這是個深刻的教訓 在這裡啊 我們也要表達對開封警方的敬意 高科技手段固然功不可沒 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了幾代偵察員 多年來的持之以恒 案件最終才得以水落石出啊 好了今天的故事咱們就講到這裡 欲知天下還有什麼新聞故事 我們明天接著講 偷梁換柱真真假假認定書 我覺得他的索賠數額偏購 大便活人虛虛實實駕駛員 車禍不斷 套中有套 好一個連環作案 尋現追蹤 有點到面 真相浮出水面 間接各式 大便會 受到氣 近期收看下期新聞故事 賊喊捉賊 再次 看一見 請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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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